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说艺术品拍卖 钱包的华丽冒险 当我们谈到艺术品拍卖 这可真是一场钱包的华丽冒险 想象一下拍卖会场上灯光璀璨 贵宾云集 大家都在摩拳擦掌准备为心仪的艺术品一致千金 这里的每一笔交易都像是一场高风险的赌博 充满了戏剧性和惊喜 首先让我们来聊聊拍卖会的明星 拍卖师 这些人可不是普通的主持人 他们是艺术品市场的魔术师 能够用三言两语把一件作品的价值推向天际 拍卖师的锤子一敲 价格就像火箭一样直冲云霄 你可能会看到一幅看似普通的画作 经过拍卖师的妙语莲珠 竟然卖出了天价 这就像是魔法一样 让人目瞪口呆 再来 我们不得不提到那些神秘的买家 这些人有时候会戴着墨镜 穿着低调 但他们的钱包却是无比华丽 他们可能是富豪 收藏家 甚至是某个神秘组织的代表 每当他们举起金标牌 现场的气氛就会变得紧张起来 你永远不知道他们的底线在哪里 这样拍卖会变得更加刺激 当然 拍卖会上也不乏一些有趣的故事 比如 有一次 一位买家以为自己拍下了一幅名画 结果回家一看 发现竟然是画家的席作 这种情况下 买家只能滋潮一番 然后默默地把这幅画挂在家里 当做一个有趣的谈资 还有一次 一位买家在拍卖会上喝的有点多 结果在醉意朦胧中拍下了一件 他根本不感兴趣的雕塑 第二天醒来 他发现自己多了一件价值不菲的艺术品 只能苦笑着接受这个意外的惊喜 总的来说 艺术品拍卖是一场充满惊喜和冒险的旅程 无论你是买家还是观众 都能在这里找到无限的乐趣和刺激 当然 参加拍卖会之前 最好还是先确保自己的钱包够厚 毕竟这是一场钱包的华丽冒险 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得起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艺术品租赁 短暂的拥有 当我们谈到艺术品租赁时 这个概念可能会让人联想到租车 租房 甚至是租电影 但租艺术品 这听起来有点像是把蒙诺丽莎借回家 挂在客厅墙上 然后在周末还回去 事实上 艺术品租赁是一个既古老又新颖的概念 让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下这个有趣的现象 首先 让我们回到古代 其实 艺术品租赁的概念并非现代才有 早在文艺复兴时期 富有的贵族和教会 就会委托艺术家创作作品 这些作品 有时会被借给其他贵族或教会使用一段时间 这种做法 不仅展示了拥有者的财力和品位 也让艺术品得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被欣赏 然而 现代的艺术品租赁 更多的是一种商业行为 对于企业来说 租赁艺术品 是一种提升办公环境和企业形象的方式 想象一下 一家律师事务所的会议室里 挂着一幅毕加索的画作 这不仅能提升客户的信任感 还能让员工在工作中感受到艺术的熏陶 当然 这幅画做可能只是租来的 但谁在乎呢 重要的是 它在那里 让人们感受到艺术的魅力 对于个人来说 艺术品租赁 则是一种灵活且经济的方式来享受艺术 毕竟 不是每个人都能负担得起一幅饭高的画作 但通过租赁 你可以在家中短暂地拥有它 甚至可以根据心情和季节 更换不同的作品 这就像是艺术界的时尚租医 让你在不断变化的艺术世界中保持新鲜感 当然 艺术品租赁也有其挑战 比如 如何确保艺术品在租赁期间不受损 这就需要专业的保险和运输服务 此外 艺术品的真伪和价值评估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需要专业的鉴定式来处理 最后 让我们来讲一个有趣的故事 据说 有一家大型科技公司的CEO非常喜欢艺术 但由于工作繁忙 无法经常参观博物馆 于是 他决定通过租赁的方式 把博物馆搬到自己的办公室 每个月 他的办公室都会更换不同的艺术品 从现代艺术到古典名作 应有尽有 这不仅让他在繁忙的工作中得以放松 还成为了公司内部的一大话题 员工们纷纷来参观 甚至还举办了小型的办公室艺术展 总的来说 艺术品租赁是一个既实用又有趣的方式 让更多人能够接触和享受艺术 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 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在短暂的拥有中 体验到艺术的无限魅力 毕竟 艺术的价值不仅在于拥有 更在于欣赏和分享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艺术品数字化 虚拟的艺术世界 当我们谈论艺术品数字化时 这就像是把蒙诺丽莎 从罗夫宫的墙上请下来 然后让它在你的手机屏幕上微笑 这个过程不仅仅是把画作扫描 经电脑那么简单 它涉及到一个庞大的数字化生态系统 从高解析度的图像捕捉到虚拟现实 VR和扩增实镜 AR的应用 让我们能够以全新的方式体验艺术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数字化的技术层面 高解析度的扫描技术 可以捕捉到艺术品的每一个细节 甚至是画布上的纹理和颜料的厚度 这不仅让我们能够更近距离地观察艺术品 还能帮助研究人员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例如 通过数字化技术 我们可以发现 达文西在最后的晚餐中使用了哪些颜料 甚至可以重建他创作的过程 然而 数字化的魅力不仅仅在于技术的进步 更在于它如何改变我们与艺术的互动方式 虚拟现实和扩增实镜技术 让我们能够进入一个完全虚拟的艺术世界 想象一下 你戴上VR头盔 瞬间就能站在梵高的星夜之中 感受那旋转的星空和狂野的笔触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 让艺术不再只是静态的观赏 而是变成了一种动态的 身临其境的探索 数字化还打破了地理和时间的限制 过去 你可能需要飞越半个地球 才能亲眼看到某件艺术品 但现在 只需点击几下滑鼠 你就能在家中欣赏到世界各地的艺术珍品 这不仅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到艺术 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理解 当然 数字化也带来了一些有趣的挑战和故事 例如 数字化艺术品的版权问题 就像是一场现代版的蒙诺丽莎·施契案 谁拥有数字化艺术品的版权 如何保护这些数字资产 这些问题让 法律专家和艺术界人士绞尽脑汁 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是关于数字艺术品的拍卖 2021年 一件名为 Everydays The First 5000 Days的数字艺术品 在加世德拍卖行 以6900万美元的天价成交 这是数字艺术品 首次在传统拍卖行中 派出如此高的价格 这件事震惊了整个艺术界 也让人们开始重新思考 数字艺术的价值 总的来说 艺术品数字化 是一个充满创新和挑战的领域 它不仅改变了 我们欣赏和研究艺术的方式 也为艺术创作和收藏 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就像萌诺丽莎的微笑一样 数字化艺术世界 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和神秘的魅力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同探索了 艺术品拍卖 艺术品租赁 和艺术品数字化 这三大主题 这些话题看似各自独立 但它们都在某种程度上 显示了艺术与现代科技 经济和文化的深度结合 从拍卖会上的惊心动魄 到租赁市场中的灵活便利 再到数字化技术带来的虚拟世界 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故事和惊喜 拍卖会如同一场高风险的赌局 让我们看到了金钱与艺术之间的微妙平衡 艺术品租赁 则像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拥有名作的机会 无需一掷千金就能感受到艺术的魅力 而数字化技术则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虚拟艺术世界 让我们可以以全新的方式欣赏和互动 这些现象都表明 无论艺术的形式如何变化 其核心价值始终在于分享和欣赏 艺术不仅仅是供少数人拥有的奢侈品 而是应该让更多人能够接触和感受到它的美好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对艺术品拍卖 租赁或数字化有任何问题或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很期待听到你的观点和故事 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充满创新和惊奇的艺术世界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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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